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10月30日,星期日,这个视频呢有四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二十大之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呢迎来第一批对中国访问的国家,那么为什么说越南会排在八帖的前面呢? 这里面其实还挺有深意的,一会儿呢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第二方面的内容呢就是关于台湾,台湾这两天呢非常的不消停啊,有好几件事情呢一会儿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三方面内容呢就是这两天在中国呢貌似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呢富士康这三个字呢在中国的各个媒体的头版头条, 再一次的刷屏到底富士康发生了什么,一会儿我们来讨论 最后一方面内容呢就是韩国发生的震惊世界的这个彩踏事件 好,下面呢我们就一项一项的来说 首先呢就是关于二世大之后呢有几个国家相继要到中国来访问 首先我想说一下呢前两天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王毅和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呢进行了会面 这个会面呢可以说是推迟了将近一年啊 就是说在年初的时候呢美国已经任命了这个大使 但是呢在这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没有和中国政府说长话 那么王毅呢在28号的时候呢会见了美国的这个驻华大使 他叫伯恩斯 那么新华社呢关于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公布的 新华社说王毅有针对性的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成果和重大意义 王毅说中美关系处于紧要的关头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应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这是中国同美国发展关系的最根本的遵循 中美谁也改变不了谁 美方不要再试图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打交道 不要总想着打压和遏制中国 那么从以上的这两段话来看呢 就是中国政府有意安排的 在20大之后呢再会见他 另外呢我们大家可能就注意到哈 王毅呢这一次进了中央政治局 那么王毅呢现在身份不同了 和美国大使呢进行这样的一个会见 对他所交代的这几方面呢更加的有分量 就警告美国说呢 你要清楚的认识到 美国和中国谁也改变不了谁 不要老试图改变中国 不要老试图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打交道 不要老想着打压和遏制中国 中国是你打压也打压不了的 遏制也遏制不了的 那么我前一阵子呢在视频里还打了一个比方 美国要遏制中国呢就好像在水里面呢 要压下去一个大球一样 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根本就办不到的 那么伯恩斯是怎么表示的呢 他说美方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 管控分歧推进合作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前一阵中国关闭了和美国的八个沟通渠道 那么这段时间我们没有看到这八个渠道呢 有任何一个开放 那么美国的相关人员呢 不断的也喊话中国呢 希望中国能够恢复那些沟通的渠道 但是呢中国交代的非常清楚 中国也希望能够恢复 但是呢美国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改变自己的做法才行 换句话说呢 我要恢复和你的沟通渠道呢 是有条件的 这些条件你如果不满足的话呢 想都别想 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呢 为什么说在二十大之后 越南对中国的访问是排在第一位上 那么今天呢我就看到环球时报呢 发了一篇文章 这篇社评的题目呢就是中越关系的特殊意义 某些大国是理解不了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社评的内容 社评的内容呢是这样的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将于10月30日至11月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 他将是中共二十大之后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 之后的几天里呢 中国还将迎来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坦桑尼亚的总统萨米亚苏卡胡哈桑和德国的总理舒尔茨的访问 一时是高棚满座 那么对于德国总理舒尔茨的这个访问呢 我昨天也做了一个视频来讨论了一下这件事情 那我看到呢有网友留言说就甭给德国脸 甭给他脸 中国呢本来就应该拒绝他不让他来 如果让他来呢也应该冷落他 比如说习近平就不见他 还有呢就不让他到北京 就给他晒到天津 我认为中国呢不应该这么做 第一呢中国不是那么小家子气哈 第二呢就是对于德国现在呢 你不管是他意识形态的立场是怎么样的 你不管他其他的方面 在现在呢德国面临着经济困难的这种情况下呢 他能够到中国访问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 他那些企业界那些公司呢 为了能够和他们的总理一起到中国来访问 和中国呢进行一些经济方面的沟通 他们很珍惜这个机会 有一百多个企业报名 那么最后呢就选中了12个企业到中国来 而且他这里面呢最重要的那个公司的老总呢 还呼吁他们说不要老和中国对立 对中国说话呢客气点 既然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呢 中国呢就不应该再打击它的积极性 而应该给予他们呢热情的欢迎 大度的宽容 让这个朔尔茨的中国之行呢 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访问 这个访问越成功 美国就越生气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是做给美国看 也应该让朔尔茨的访问呢 成为一个很成功的访问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评 为什么说越南的访问如此的重要 说呢 中越关系的特殊点之一就在于党纪交流 它在两国关系中起到了举其定向的作用 同志家兄弟的特殊友谊 是中越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好 这是一点 因为呢越南的来访 是关乎到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的 和其他的国家不一样 好 第二方面呢 就是中越关系呢 还有另一层的特殊性 就是呢 美国拜登政府致力于所谓的重塑中国周边战略环境 说白了 就是华盛顿看到 没法指望从内部来改变中国 退而求其次 在中国的周边 打造对华的包围圈 在外交和战略上呢 孤立来遏制中国 就在十几天前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 国务卿克里腾布林克刚访问了越南 在河内呢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他别有用心的向越南保证说呢 不允许某个大国用强权压迫 挑拨之意 招人若揭 也就是说呢 越南是美国重点拉拢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呢 中国现在也要重点的加强和越南的关系 然后接下来说呢 或许在华盛顿的政治精英的眼中 中越关系有很多可以盯进蝎子的点位 所以才耗费很大的精力去做越南的工作 但是呢 这并不能够阻碍中越互利合作的步伐 根本原因就在于 他们低估了越南外交的独立自主的传统 更误解了中越两国友好合作的坚实根基 中越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改革开放 越南革新开放 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利益交汇面 以及相互参照价值 两党的密切交流 引领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如果将之简单理解为 越南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中国 那是对中越两国关系的重大误判 事实上 美国西方从未放弃过 对中越两国搞和平演变 因此呢 我们特别理解 欣赏越南的四部政策 越南的四部呢 是越南主张不加入军事同盟 不结盟对抗另一国 不允许外国在越南设立军事基地 或者利用越南领土与他国作战 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这都体现出来了越南的政治智慧 一定程度上呢 四部为中越关系向四号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共二十大之后呢 新增城上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 将为包括越南在内的周边国家 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红利 我们很乐见周边国家都走向繁荣富强 中越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呢 各自取得成就 以及两国的友好关系 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也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当中 形成了正向的示范效应 中国并不像美国似的 只准许自己发展 不准许别人发展 只准许自己吃肉 别人呢 还别说是吃肉了 别人喝汤都不行 中国和美国不一样 那么以上呢 就是环球时报的一个社评 那么这个社评呢 就帮助我们来理解了 越南为什么说在二十大之后呢 成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国家 这是我这个视频的第一方面内容 第二方面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看 在台湾发生了什么 那么在台湾呢 今天在马英九的带领下呀 有大量的人上街来示威游行 那这个示威游行的口号是什么呢 就是官逼民反 民不得不反 听起来好严重 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个事说实在的 其实也挺严重的 就是呢 台湾有一个叫青年救国团 这个团体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民间的团体 有着比较长的历史了 好像台湾呢 就是四十岁以上的人 都参加过这个青年救国团 这些年他们好像没有那么活跃了 那么今天呢 突然他就名声大噪 为什么呢 因为民进党政府呢 他们就对这个救国团呢 大力的进行打压 台湾的所谓的行政院呀 他有一个党产会 那这个党产会呢 就一句话 就没收了这个救国会的 十六亿的资产 为什么没收这些资产呢 就说这资产呢 是不当党产 你一听这名呢 你就知道 他就定性为是党产 那哪一个党呢 就是国民党 说这个救国团呢 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 然后这些资产呢 就要给他们都没收了 充公了 我看台湾的媒体里面 报道的说呢 这完全就是无理的 一点理由都拿不出来 证据也没有 就只是一句话 就给你扣个帽子 就给你没收了 而事实上呢 据国民党那边的 那些个议员说呀 说他们在救国团那边啊 就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 不仅没什么联系 他们也插不上手 这个救国团呢 他就是一个无党派的 他有时候搞一个什么活动呢 就是给各个党都会发通知 所以其实呢 他跟哪个党 其实都没有关系的 现在民进党这么做呢 就强制这么做呢 激起了社会很大的反响 等于说这就是一个不讲理的 台湾你不是说 你是一个法治社会吗 你不得通过法律的途径吗 一概都没有 你就算是不上法庭 你也得让人家都心服口服吗 你也得告诉人家 为什么 你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吧 但是呢 他们都没有 据说这个所谓的 行政院的党产会这些人呢 就特别的傲慢 你要跟他进行打交道交涉的时候呢 他那个脑袋扬的呀 他那眼睛呢只能看到天 地上的人他都看不到 特别傲慢 说是 这还号称是民主呢 另外呢再说一下 那三件宝物被打碎的那事 那件事情呢 现在也没有停止 现在很多人就怀疑呢 首先说你得确认 那三件被打碎的那个文物啊 是不是那个宝物的原件 其实这事我昨天我也说了 没准呢 他就是已经是狸猫换太子了 他把那个原件呢 不知道卖到哪去了 卖到大钱了 然后呢 这个赝品呢 如果继续保留 哪一天 没准会被查出来 所以现在呢 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呢 就说他碎了 完了就得销毁吧 一旦销毁的话 那他离猫换太子的那事 是不是就蒙混过关了呢 那么现在我看到台湾方面呢 有很多的人也提出来这一点 其实呢 我从他的那个打碎 那个图片上来看呢 尤其是他兰花的那个牌啊 很像是假的 怎么看起来那么新呢 这些古物 按说你从图片里面 你也能看到他的颜色呀 会比较暗淡了 反正呢 你就是一眼 你就能看出来这个东西 是古物的话呢 不是现在有好多的那种防古的吗 防古你就得给他做旧啊 对不对 为什么说那些防古的就要做旧呢 因为他那个古代的东西 他就看起来比较旧嘛 他不会比较新嘛 但是我看到他打碎的那个兰花的那个瓷的那个东西 我怎么看 从那照片里面看 怎么那么新呢 所以现在台湾呢 有人提出来说呢 要查这个 即便是打碎了 我也得知道 这是不是原件 是不是厌品 这得搞清楚 另外一件事情呢 台湾就特别奇怪的 说是他那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不是叫无蜜茶吗 说这无蜜茶呢 是一个大台独哎 他是一个大台独 那么你这样的一个大台独 然后你去当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你管理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一些历史性的那些东西 那你要都不认你是一个中华民族的 对吧 那你怎么能去管理这些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东西呢 这不是很荒唐吗 让他来管理中华民族这些东西 他都不认他是中华民族的 他能珍惜这些东西吗 他会不会暗暗的啊 私底下秘密的来做一些破坏呢 还有呢就是他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民进党蔡英文他们丝毫都没有表示说要追究责任 好 然后在台湾今天呢 又报道的一个更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 台湾大学工学院呀 他们现在修改了他们录取的要求 那么工学院录取呢以前的时候就有那些数理化的课程啊 有中文有英文这样的要求 现在呢 你猜他去掉什么 他把那个中文去掉了 他是说呢 这个工学院呢 是理科生 把中文的这个要求去掉呢 可以吸收更多的人才 那如果你把中文和英文都去掉的话呢 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对吧 你现在英文还保留 把中文去掉 这个目的性是很显然的呀 这不就是去中文吗 难道还想逐步的把中文去掉吗 让台湾的孩子们将来都不学中文了吗 中文都成了选修课了吗 中文哪怕不会也可以上大学吗 还是中国人吗 你说是不是呢 太过分了 那么还有更过分的呢 今天有一个网友跟我说 说他曾经看到哈 蔡英文当局 有的人就主张说 台湾人呢 就不要再学国语了 台湾人只说那个缅男话 他们叫台语 还有呢 他们就主张说呀 说台湾人的祖先呀 根本就不是中国人 而是太平洋岛上的 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岛上的那个原住民 就是呢 太平洋岛上的某一个岛上那些个啊 光着上把身穿着小草裙 说那些是他们的祖先 就是台湾的 你说这台湾被他们毁成什么样了 还有呢 就是蔡英文呢 一直都喊一个口号 叫抗中保台 谁如果是不抗中的话呢 就是卖台 那么今天在台湾 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呢 就是说是呢 台湾2300万民众的那些个人信息 现在被人在网上打包出卖 这些个人信息呢 包括你的户籍啊 包括你的个人什么出生啊 还有你的家庭啊 所有的这些信息 打包出卖 2300多万的这些个人信息 打包出卖多少钱呢 5000美元这一个package 台湾人觉得好像我们被贱卖了 5000就卖了 那么有人就质疑了 打包出卖的这些个人资料 是从哪来的 现在蔡英文政府呢 就是说 这些资料不是来自于台湾政府的内部 说是黑客黑入了他们的系统 然后呢 盗取了这些资料 现在在出卖这些资料 但是是这样吗 如果果真是那些黑客盗取的话呢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啊 那你台湾这些系统这么不堪一击吗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那问题就更严重了 对吧 我们联想到前一阵子就是那个 所谓的国安局长陈明通 到泰国去 他那个随团的所有的人的那些资料 全部都被公开的那件事情 当时人们就说 你这个国安部门呢 你连你自己的这些信息 你都保障不了安全 那整个全社会的2300万人的这些信息 你能保障他的安全吗 那么果不其然现在就出来了 全都被卖了 这还真是在全世界的头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 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 关于这个台湾 第三方面内容呢 就是关于这个富士康 大家这两天呢 就看到富士康呢 是发生了疫情 关于富士康呢 就有两方面了 一方面的谣言呢 就是到底多少人感染了 有的说呢 有两万人感染了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说富士康关门了 那些工人呢 现在全部都返乡 然后第三方面呢 说现在呢 关于富士康只有谣言 没有官方消息 关于这个事呢 我想看一下 有的时候呢 有的人说呀 只看到谣言 但是呢 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 你只看到谣言 是因为你只看谣言 你有去查一下 郑州政府的官方微博吗 对不对 你有去查一下 富士康的官方声明吗 如果你都没有的话 你为什么就单单去看那些谣言呢 如果你关注富士康的这件事情的话呢 我建议你可以去看那个微博 叫郑州发布 他们会发布那个官方的信息 另外呢 我还看到 有一个叫第一财经的媒体 他们已经两次采访这个富士康了 富士康已经两次通过第一财经 发布他们的官方声明 如果你真的是非常关注 富士康的这件事情的话 你起码可以去查这两方面的内容 详细的情况呢 我就不跟您转述了 好 最后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韩国的这个踩踏事件 韩国的踩踏事件呢 是这么发生的 说是昨天的时候啊 韩国很多的人 都涌到了韩国 有一个地方呢 在首尔 他叫离太院 都涌到了那个地方 准确的说呢 他们都涌到了那个街道 他那儿有一个街道 那个街道呢 相当的窄 而且呢 他还有一个坡 而且那个坡呢 还蛮陡峭的 他们到那儿干什么呢 就是为了庆祝这个万圣节呀 这个万圣节呢 本来是西方的一个节日 但是现在亚洲人呢 好多人就喜欢过这些阳节 尤其是韩国人 人家韩国人呀 就特别阳气 那么就过这个万圣节 万圣节呢 其实在国外呀 没有人去庆祝他 就是在这一天呢 那些小孩会走街串巷的 去要堂 挨家去敲门要堂 这个呢 其实我也挺奇怪的哈 现在的人呢 社会安全性的越来越差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呢 是越来越差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很多的家长让孩子呢 到外面去要堂 要了堂回来以后呢 你说安全吗 吃这些东西 每一年呢 都会有报道 因为吃了要来的堂 而中毒的 有的人可能觉得呢 西方好像到了万圣节的这一天呢 街上啊 就是川流不息的那些药堂的 其实也没那么多 其实没那么多 好 韩国呢 他们有人就组织了 来过这个万圣节 那么这样的一个时髦的东西呢 你可以想象出来都是些年轻人了 说基本上都是一些20岁左右的 10到20岁吧 这些年轻人 很小很年轻的 那么他那个地方呢 是一个大使馆聚集的地方 那么因为是大使馆聚集的地方 他的商业呢 也很发达 就跟中国北京的三里屯差不多 那么他们组织这个活动呢 就是在这一地区 叫黎泰院 据报道说呢 组织方啊 他原来预计 会有两万人参加 估计以前也组织过这样的 可能也就两万人参加 但是呢 没想到昨天晚上 有十万人参加 说为什么有十万人呢 因为这个疫情啊 已经两三年了 在这两三年当中呢 都不准来组织这样的大型的活动 而且呢 这一次还是第一次 你可以不戴口罩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呢 真是逆反心理相当严重 你说你戴个口罩能怎么着啊 对吧 你说你夏天戴口罩的时候呢 你比较热 但是已经进入秋冬了呀 现在你戴个口罩能怎么着 而且呢 我发现 我为什么说这些年轻人呢 逆反心理 其实不光年轻人 很多人都是了 因为呢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哈 就在没有疫情之前 有些人就爱戴口罩 尤其那些年轻人 为什么他们爱戴口罩呢 因为那些明星爱戴口罩 那些明星戴着口罩 怕被人认出来 那些明星呢 我认为他们也是特别的装 那些明星哈 别人认出来的时候呢 他显被别人认出来 哪一天别人都不认识他呢 满街晃悠 没人认识他 他非常失落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说呢 他们戴着口罩呢 其实就是装 人家别人都不戴口罩 就他戴口罩 他一出现呢 反倒是哪 没有 哎那是不是个明星啊 以前就是这样的 那些明星就戴口罩 那么有一些年轻人 就跟他们学也戴口罩 大家有没有发现 没有疫情的那会儿 N年之前了 他们就戴口罩 还记得香港的 那个修理风波的时候吗 那些年轻人都戴口罩 你不让他们戴口罩 不行 香港还出台了 不准戴口罩的那种禁令 说你要参加游行的话 不准戴口罩 但是呢 他们也非得戴 好 现在疫情了 要求你戴口罩了 反而不想戴了 就是逆反心理 好 因为呢 疫情的原因 憋了这么久了 又第一次呢 可以不戴口罩 所以呢 这些人都跑来参加这个万圣节 一下子搞了十万人 刚才不是说吗 那个巷子啊 很窄 聚集十万人 人挤人 人爱人 我看那个视频 那个挤的呀 我不知道 大家记得不记得 就是以前咱们小的时候呢 我们国内好多城市呢 那个公交车呀 都挤的不行 就跟你挤的喘不上气来 那么他昨天晚上就是这样的 人挤人 人爱人 挤的喘不上气来 那么因为他又是一个坡 有人倒下来的时候 往后倒 一下子就跟那个多米诺 那个骨牌似的 然后就都倒了 说是人叠起来呀 最多的说五六层 那么高的人叠在一起 你想想底下的那人 能好得了吗 所以你会看到 有的视频里面 就满街的那些 穿黄背心的 就跟着猛做 那个人工呼吸 就是因为他这个踩踏事件以后 好多人都没有心跳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最新的消息是 他有154人死 其中呢 有三名是军人 说是 有三名军人 有四个军人受伤 还有26个外国人 其中呢 包括三个中国留学生 这一夜之间 没命了 中国人的留学生 在韩国留学 有可能说 昨天父母还跟自己的孩子 跟着视频来着 今天这三个孩子 就没命了 说这里面呢 死的多数都是女孩 有98个女孩 有56个男孩 现在有好多阴谋论呢 这个阴谋论呢 甚至还涉及到美军 美国的驻军 另外的阴谋论是什么呢 说这里面涉及到这个吸毒 还涉及到有人 可能是不知道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 说是有明星来了 所以呢 就引起了这个拥挤 详细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还没有报道 回头有报道 明天的时候呢 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讨论一下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